台積電五奈米廠動土典禮 董事長張忠謀親自領軍 致辭時發出豪語 你5000億要賺回來 還不賺錢 只是把本賺回來 就是15% 一年就是要5年 砸5000億在南科投資金元18廠 投入五奈米製成生產 張忠謀說5年就要回本 甚至承諾未來三奈米廠房 也會落腳台南 而這一切張忠謀感謝政府協助 卻也不忘調侃一下 坐在台下的科技部長陳良基 陳良基部長講過兩次 至少兩次 說是政府會盡洪荒之力 來 防止我們提供 這個我們記得 洪荒之力 連一立一休都沒有的 原來陳良基不只一次對張忠謀 保證會盡洪荒之力 協助水電與土地 而張忠謀卻還是很建議 老基法一立一休 因為他曾說一立一休會增加 台積電3%製造成本 即便現在已經修法 大給資方彈性 但張忠謀似乎還是不滿意 記者柯成浩 台南報導